台湾处处有关怀 树林区大汉狮子会与房仲业者合作 在树林文林国小举办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开捐20万元给予树林板桥西州地区 13所小学共195位成绩优秀的国小学童 鼓励孩子认真学习求取知识 请各国小的学校临显出 我们这些学生来接受我们的颁证 那我们今年的话 大概我们是跟产品房屋一起来合办 合办的话我们的监测金额的话 大概有接近20万 收费的一个学生的话近200人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话 我们连同家长还有我们服务人员的话 有超过500人在现场 树林区长林耀强与立法委员苏巧慧 也关心学童学习应邀出席 由于受奖的学童人数众多 学生与学生家长把大礼堂挤得满满 很少有机会上台领奖 接受奖学金的学生脸上 看得出陌生与紧张感 国际世子会300 B2区总监 陈立峰表示今年适逢国际世子会百年庆 落实世子会四大服务中止 关怀青少年让大众了解 师友们对社会的关怀与奉献 世子会成立已经100年 那今年适逢百周年的一个庆祝 对于青少年的服务我们特别的着重 还有呢在环境保护 在于势力维护以及在于饥饿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今年服务的四大主题 希望呢让社会大众看到 我们师子会师子情 对于社会关怀付出爱心善良的一面 颁发奖学金是鼓励孩童 在学习的路上继续努力 虽然只是小小金额 但希望社会的关怀与荣耀 能在小小的心灵里种下种子 将来努力浇灌 成为国家未来的主人哦 大案是主位 大案 数位天空新闻树林报导